小说疫情大喝伤神又伤身 着西乡古风春的轮天文件站 结合社区部落邀请到慈祭茶友会 来做卫教宣导推广以茶代酒保身体健康 获得老人家及社区民众欢迎 而文件站的居服员史婉萍表示说 部落长者以茶代酒赢得了情仪 还可以换得一生健康生活 为了改善国人健康生活 近几年来积极推广以茶代酒的慈祭茶友会 今天上午再度受邀来到轮天部落文件站 进行为教宣导并推广健康生活 因为酒喝多了 我刚才有讲 我们曾经来的医学博士告诉我们 你酒喝多了尿酸排不出来 因此在身体累积才会变成了痛风跟痛风痴 台湾的饮酒文化丰富多元 小说疫情 但若过量就陈害 昨日香古风春轮天部落文件站长者 从去年开始也响应茶友会的健康生活 以茶代酒之外 也踊跃参加文件站共餐共学 让生活更丰富多元化 久而久之生活也越来越有活力 全力落实执行部落文件站老人长者照护服务的照护员 也借着各医疗院所社服机构单位的资源连结提供站上老人长辈更多元化的生活保健 与知识观念 强化自己的身心灵健康 而这一次结合慈激茶友会共同建构老人长辈的健康生活习惯 感谢知识茶友会他们部落及文件站做宣导 那除了宣导喝茶的好处之外 还味教了香烟酒和槟榔的坏处 那自从部落的乡亲接触茶友会之后 也是有小部分的乡亲改变的生活习惯 我想这样子都是有助于大家部落的健康 凡是过量皆有害 饮酒也是 小桌移情 喝过量 伤财 又赏身 沦天部落文件站在慈激茶友会的协助下 推广以茶代酒的健康生活 不仅赢得了情仪也换得了一生的健康 部落文件站未来也将持续资源串联 打造部落长者健康乐活 记者是玉兰 昨季采访报道